枫杨的南洋国小是桃园以南的最大校 学生人数多达3000人 而其中的人爱跟信义这两栋校舍的屋里将近有50年了 主体结构已经不堪负荷 陆续是出现了漏水 耕调裸漏的危险等等 也没有使用执照跟建造 这安全是令人堪忧 所幸在地方明代的争取之下得以拆除重建 18号这一天进行简单隆重的动土典礼 而市长卢秀燕出席的时候也表示 台中市的老旧校舍问题排名全国第二 未来这四年他将会积极改善 在台中市长卢秀燕的代理下 与地方明代及师生等为南国小的人爱及信义 两栋校舍进行动土典礼 能让国小的学生在现场也有奖的原因表演 为老校来同庆 四层楼高 那么总共是28间 那么大概会沿用以前的一个功能 不过我们把配置重新做改变 它是一个符合绿能环保的一个新建大楼 那么会有一个大型的一个会议室 那预计设置一个社区的共读站 那改建的目的呢就是希望 拆除老旧危险的教室 让我们孩子们有一个安全 优质的受教育环境 那当然前两天我看到资料 到目前为止台中市的老旧校舍呢 在全国这个排名第二 那表示呢未来四年当中 我们要来加速进行改建工作 原本的仁爱楼及新一楼校舍 外观老旧处处可见漏水痕迹外 整体结构也早已被列入危险等级 而南国校的学生数有多达3000人 是台中的大校 所幸在地方名代的积极争取之下 获得中央支持 投注近一页的经费拆除重建 都是行政办公室 但是几乎靠风的那一面 都已经有臂癌漏水 那新一楼更严重 我们在整修图书室的时候 从三楼的施工 竟然二楼就天花板整个崩落 也看到了那个铁条 315栋 没有使用执照的校舍在哪里 第二个其中有288栋在使用 我要求立即做安全评估 然后该这个停止使用的应该停止行动 该补办建造的补办 新校舍预计要新建有四层楼高 以环保绿能为设计 师生们都相当期待 老旧校舍的改建 不只是彻底改善教育的学习安全 也让长年没有使照建造的问题得以解决 热地将台中采访不到 开启动 舍预计 我们最后的码是上线的 付出的 第二个 你们最后的 一年